Ayo 聊世紀 天梯龍克星 大家好 我是Ryo 今天來看伯根地人對上葡萄阿倫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先來看一下納約出生點位8點鐘方向的伯根地人 伯根地人的特色是他的馬舊科技都是半價的 不管你是要升級大肉馬或者是遊俠都是半價 可以看到遊俠的成本只要650肉而已 只需要強武再加200塊就可以升級的科技 他的遊俠比較可惜的是沒有品種 所以血量只有160低血 伯根地人的後期火槍跟火炮有額外的增傷效果 所以打起來也會特別痛 馬舊科技還有值得一提的是城堡師代 可以就研發重裝騎士 帝王師代可以馬上研發遊俠 升級速度非常快 遊俠升級最快的文明就是伯根地人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Viper 這邊選擇的是葡萄牙人 葡萄牙人特色是全部的黃金兵都是8折優惠 而且這個勝率也是8折 一直只要80塊錢 非常便宜 那他的火槍跟火炮呢 可以擁有這個火神槍科技的影響效果 甚至這個火炮塔都可以獲得彈道學的能力 所以他的火槍火炮打的是特別準 只要你沒去抖動的話 基本上都是會命中的 那葡萄牙人呢 他的打法是全能系的文法 不管你是要走騎兵路線 攻兵槍兵都行 那騎兵路線比較可惜的是 帝王時代不是那麼的強 但城堡時代 二宮二訪品種關注技術都有 那只能說葡萄牙人算是一個 我心目中T1的文明 因為他該有的科技都有 生旅啊工程器啊 步兵騎兵 工兵啊 這個步兵都有啊 火槍火炮 可以玩的東西都有啊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目前看到地圖部分呢 這裡viper是左邊右邊各有一塊黃金 正前方有一塊主金喔 這塊主金比較麻煩是很難圍起來 這裡一定要這樣子往斜圍出來一點 圍出來一點 那這邊還要再繼續圍圍到底 如果要圍家的話 耗費的成本是非常大的 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天才少年 天才少年這邊是兩塊黃金在前面 這邊只要插一根城堡應該就沒什麼太大問題 這邊也是喔 也可以插一個城堡 那問題也是跟viper一樣 兩個都是黃金 這是比較偏正前方的 那葡萄牙這邊比較尷尬的是 他果子採集的時候會慢慢增加木頭 不過這個果子被控下 對於自己的經濟損失還是很重的 所以viper應該前期會想要趕快 顧好這個果子區才對 黃金的話可能先不會理 OK那現在兩邊準備已經升到了封箭時代 封箭時代準備點下去 那現在viper沒有打特殊的打法 很正常的升級 補了一個馬舅 跟房子在前面 好 一級伐木一級農都點下了 二級伐木也點了 馬舅部分開死代造了 兩位都是肉馬開 好不開阿正常的肉馬開也沒問題 好那現在不開阿 突然想到有一件事情 最近呢有一些頂尖高手們 在玩這個葡萄牙的時候 會選擇馬攻路線阿 那突然想想其實蠻有料的阿 雖然馬攻路線 帝龍時代沒有重裝馬攻 但是城堡時代阿 他是比兇人的馬攻折扣還要多的文明 畢竟是八則優惠 那馬弓的...續續馬弓的話題喔 這就意味著葡萄牙在城堡時代就有像兇人的一樣的這個馬弓哲客喔 在之前我有看到一場比賽很不錯 這個葡萄牙對兇人 兩邊都走馬弓 最後兇人輸了 被葡萄牙的八折馬弓給打回去了 再加上這個戰矛兵喔 馬弓加戰矛 全部都是弓兵路線的 看他加戰矛我覺得蠻意外的 居然是走... 但是他馬弓數量真的是比兇人還要多啊 家裡出戰矛 馬弓出去騷擾 那我們就大會來期待一下 Kanviper有沒有這個想法 葡萄牙馬弓 八折優惠 那葡萄牙人現在是走了一個騎兵路線 然後轉戰矛 很正常的反制肉馬轉弓兵的一個開局 那自己的肉馬呢 大會還要再繼續考慮要不要補一下 那黃金如果大會可以穩定下來的話 欸 黃金應該是穩定不下來 可能要靠買賣升上去了 好 這裡直接把石頭賣掉 換了181塊黃金 黃金沒有打算要踩 這個踩金會踩到出人命 這個地圖劣勢真的很尷尬 但是沒有關係喔 踩石頭換黃金也OK 我們可以看一下現在石頭賣一個 只有87塊不能再多了 87塊還是少很少 好 這裡賣了100木頭換了70塊 黃金 點下了城堡時代 好 Viper則是點下了非常多的科技 甚至連品種中點下了一攻一防肉馬 黃金時代最強的單位 一攻一防品種科技的肉馬 非常的難纏喔 攻擊力高就算了 防禦力也高 而且移動速度快 血量又多 肉馬 這個遊戲的肉馬真的是 偏強 偏強 好 那接下來 伯工地人準備升到城堡時代 Viper實在入口相當嚴重喔 當然也沒有一個很好的克制方法 好 伯工地人這裡有一攻一防的毛兵 但是這個會被打破喔 這個會開不起來 這一波衝進去了 Viper想要直接打殘對手 好 這一波衝進來了 衝進來了 後方的九隻攻兵 先上高地 落馬在後面 稍微打下毛兵 毛兵被一直往後逼退 槍兵一直往後拉 少年這三隻槍兵是關鍵 能不能用槍兵守住 OK 先點掉一隻攻兵 第二隻攻兵拿下 第三隻攻兵 趕快去點後面的槍兵 槍兵全部點光落馬 開始無雙 直接砍爆 但是少年這邊只損失了五隻村民 好像也不是只有 這五村好像有點多啦 哈哈 五村是多了 六村有機會嗎 Viper沒有繼續追 OK 好 這裡弓箭手過來 想要直接上高地 但是這裡劍塔傷很高 要繼續做出強攻路線 可能會有點困難 好 目前 不過第一人上到了 城堡賽 尬離跟城堡在主經的位置 穩住金礦之後 就可以轉出馬上清裝兵了 喔 馬上就要清裝了 馬上清裝 OK 馬上清裝兵 現在是28點傷害 一刀第一刀的時候28點 傷得非常的炸裂 打這個27點的血量 是可以直接秒殺的 一刀一隻攻兵 滿血的話是沒有辦法 但是這邊都是殘血的 所以現在呢 只要上去摸個一下 就很炸裂 攻兵先摸完 這些弱馬也就沒轍了 好 馬上清裝兵來了 Viper在爭取時間 不想被摸到 好 決定氣攻兵 跑路馬 OK 跑路馬 跑起來 欸 對 怎麼把槍兵給圍起來 哎呀 戳到了嗎 沒戳到 好 拉了一隻攻兵過去 好 拉一隻清裝兵 剩下去最右邊的 好 Viper這波強攻打得還算不錯 好 有這個經濟有賺到 而且這邊甚至可以打樹地喔 還是 Viper要打樹地呢 石頭 木頭 賣賣 帝王時代可以直接下 還是要走港灣大艘戰 葡萄牙有這個無限支援戰術喔 OK 沒有打算要走無限支援 呵呵 看來打天梯 還是覺得打這個港灣大艘戰有點偏廢 畢竟這個港灣大艘戰支援採集量 比村民喔 還是慢很多 好 Viper還是決定要打穩 打穩 得一個正常的工兵開局 轉清騎兵 好 現在少年點下了修道院 開始要來撿生物了 前期的部分 只有前面那波打到 Viper 把對方打到頭破洗流 但是現在不過地人直接3TC開農嗎 好 2TC而已 2TC開農 所以現在村民術又慢慢追上 Viper 但是 Viper也是走一個開農路線喔 好 補下了雙TC 現在家門口被輕裝兵們壓制 好 這裡稍微讓殘血的肉馬補血 沒想到這坨肉馬去前面偷了家之後 回來還可以補血 這甚至擊殺了12隻的單位啊 好 Viper現在經濟配置比較拼上於騎兵路線喔 你可以看到他的肉跟黃金喔 都沒有辦法有效的轉成軍力喔 或者是科技經濟優勢喔 木材有點缺阿 經濟有點失調了 失調了 反正是因為跟他挖石頭有關係喔 要是這十隻村民不挖石頭去挖木頭 惡農惡木瞬間就可以點下了 好 Viper這邊還是要樹地嗎 這個樹地來的有點突然 但是這也不是最樹的那種 所以剛剛打完那波就可以樹上去 只是會有點需要靠買賣 好 這一波走過來 現在少年不敢出門 現在只想專心撿生物 每撿一顆生物就是大約一隻聰明在挖礦物的效果 四個生物就是四個人在挖黃金的效果 所以有沒有多拿幾顆生物的優勢呢 好 Viper點下了輕奇兵的升級 果然還是要來狙擊生旅 但是伯根蒂人這邊有先動作喔 你不過來 那我就要過去囉 OK兩邊轉兵相 轉兵相鑑 ő effectively 這個不能打 這個不能打 這個會被捨爛 好伸驴後面招翔 前面公兵要第一防資往前走 這根堡肯定是蓋不起來 來 這裡狙殺掉了一隻生侶 送掉了兩匹馬 好 這裡要上高地防守嗎 我覺得 有點急效 這個還要蓋 你要確定 這個真的不能蓋啊 這個蓋下去 他可能就要頭了 這個十隻村民被抓掉 很傷的 好 Viper本來也是想要蓋寶蓋在自己家門口 突然覺得 欸 你這個位置不錯 還是我們蓋這裡 蓋這裡如何 我也覺得這個不錯啊 這裡還可以有空到石頭 這裡可能稍微空一下 好 還是要繼續往前呢 升到帝王時代的Viper 對上城堡時代的圖棍地 天才少年 那少年直接在這裡起了一根城堡 好 Viper決定還是在這個高地補一根堡 但是這裡的工兵卡到了一些位置 好 那目前肉有點缺乏 雖然剛剛木頭一瞬間補了很多 現在變成農田不夠 現在化水也很難點下 強姆就更不用說 現在工兵的nerf也算是nerf了蠻多的 好 不要讓工兵路線變得那麼強喔 好 那目前的這個情況來看 工兵路線確實有被削弱蠻多的 好 現在兩個神堡現在在後面 應該可以趁一段時間 右邊這裡新開了一個 城鎮中心 唉唷 正面衝了嗎 馬上青裝兵突然往前衝了 先點掉了兩隻生旅 剩下的工兵直接鑽這個小小樹洞 小小樹洞很好用 用過的都說讚 OK 現在30隻工兵 慢慢成型了 現在化水點下 才可以形成有效的殺傷力 這隻工兵走出去要送掉了 好 巨星投石機 架起來了 Wipe 升到帝龍的時代 並沒有忘記要開農喔 好 博光帝一定會實在整整慢了快五分鐘 那現在右邊這個地區 完全沒有人可以防守 這裡要直接拉大石牆嗎 還是要按生旅 沒有按生旅 生旅可能也來不及出來 工兵直接回救嗎 但工兵回救 前面給的壓力就會變小 好 這邊修理一下 直接劈退了 唉唷 博光帝這邊突然轉 重裝騎士 突然想要走遊俠 馬上青中兵不香了 我們突然打遊俠 22隻的馬上青中兵 可能也沒有打算要點精銳升級 好 現在射箭長三個補下 看來要補更多的強武喔 但是現在強武我根本點不下去啊 家裡的田真的是太少太少了 那木頭現在比較大量 好 給到更多的壓力 現在 Viper 要面臨的是 大量騎士衝鋒 這一波絕對不能送掉 好 有彈道學 但是還是有射到一些傷害 走動 走動 走動還不錯 右邊直接吸引到 Viper的注意力 急掉了一台劇情投司機 第二台應該也可以 兩台巨頭就這樣被拿下了 唉 唉 拿不下 這兩隻村民一直修 其餘的青中兵過來拆巨頭 結果活下來了 Viper這一波打得很好啊 殘血的巨頭被修理了回來 現在 38個 紅兵 好 那馬上青中兵 沒有打算要升級 直接轉成遊俠 那遊俠的優點 就是血量多 這個160滴血 青中兵血量還是差了一些 但傷害力很足夠 好 上方這個刺激有點危險了 好 巨頭繼續拆 好 修理修起來 4級 OK 保護住了 但這不是重點 重點是 待會兒遊俠 要怎麼擋 Viper這邊強奴 可以升級了 趕快點下吧 好 點下強奴 還有30秒的時間 Viper成功 工程成功 好 博工地人 這裡有點卡人口 人口突然卡住了 遊俠升級 還有 1分鐘 Viper這邊要趕快轉槍兵喔 沒有槍兵 上高地 但是遊俠還有1分鐘 應該沒問題 這一波巨型投資機 繼續給壓力 這一波 43隻的工兵 博工地選擇了B戰 我跟你打正面 好 來了 有一隻正宗騎士 找不到人傷的方向 直接被強奴一發點掉 一發一隻騎兵 但是要來了嗎 遊俠一升級好 但是Viper的大槍兵還是升級 這一波 Viper 做一個 完全沒有抵抗的防守能力 完蛋了完蛋了 這裡應該是打不贏 Viper這邊的工兵下降速度有點快 只剩下20隻的工兵 遊俠的彈度實在是太好了 這波輕裝兵加遊俠的聯合包圍 直接在這邊高地的部隊 全部被蒸發掉 這根城堡也蓋不起來 Viper這波請全國之力 最後是無法繼續攻城 好 後續槍兵也要繼續防守 槍兵先升級起來 好 這裡有一波 分推小隊 要抓到這裡的伐木工了 有看到嗎 有看到 Viper先收村 補一個城市中心 好 這裡趕快把TC蓋起來 好 拉一隻神旅 招想一下 找到嗎 哇靠 還沒招想到 Viper 太衰了 好 槍兵趕快往家裡補喔 家裡大會會有一堆遊俠往上衝 但是我們這邊是上帝視角 所以Viper並不知道 左邊有 這裡又來一大坨 好 正面部分 強弩沒有回救 要繼續往前嗎 指揮往前 巨型投資機 沒有補 家裡部分 左邊為好 但是有洞 嗎 這個石牆 OK 收起來 但是這裡還是受到了一點傷害 好 但下方這裡也是 遊俠到處繞 天才少年 用Viper的刺襲式騷擾 回敬給Viper了 Viper現在很難受 家裡一堆騎兵在這邊繞來繞去 這裡也被砍了幾村 現在Viper的強弩數量只剩下29隻 29隻能夠成形有效的戰力嗎 現在普攻地人的遊俠來到了32隻 3攻也點下了 好 這波騷擾之後 Viper的經濟下降到了只剩下95吋 支援量還是領先對手 但是 感覺快扛不住了 遊俠量有點多啊 只要Viper能撐到後期沒有黃金 國攻地人 可能就沒有辦法形成有效的戰力了 Viper現在要盡可能使用自己的黃金兵優勢 但是這裡遊俠數量是不是有點多 25隻的遊俠 輸了 這波打不贏 另外Viper沒有點化學啊 難怪會打輸啊 哇6加3啊 Viper一定是忘記要點化學了 全部又被抓掉了一坨 兩坨弓兵都被抓 哇這隻遊俠還在砍村民 這砍了12隻村民是不是 哇砍了11隻 哇有點多有點多 Viper這波又再送了一波 OK我們接下來看一下槍兵的部分 槍兵現在升級了2級的步兵鎧甲 但是Viper沒有放棄要走強奴路線 強奴路線沒有打算要打 終於把這裡圍起來 右邊終於有槍兵3-3來遲 正面的伯恩帝人準備要來進攻了 Viper的村民術已經落後於伯恩帝人 伯恩帝人現在領先了 分數也反超了Viper Viper現在經濟量輸給對手 軍事也輸 全盤接輸 但是現在槍兵還是要想辦法 扛住正面的壓力 還有多線的壓力 後面多項的壓力 家裡真的沒有兵在防守 哇這一坨真的會完蛋 好這裡蓋城鎮中心還被抓包 吐了又有洞 好正面看一下這波正面大戰 槍兵過來後面強弩射擊 但是化學現在才補效 Viper這時候才發現自己沒有化學 應該非常的懊惱 沒有化學怎麼打 哇正面扛了 後面扛不住 我們恭喜少年拿下比賽的勝利 後面直接BBQ 這邊過來蓋TC的村民直接被砍爛 真的是沒有機會打後鞋 只能說少年這一波的多線騷擾 打的確實是有料 那Viper為了鞏固前線的正面壓力 所以把所有的槍兵都往前補 確實也戳掉了很多遊俠 但是後面就意味著 後面的槍兵是沒有的 沒有槍兵就無法防守 分推 我們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就是有Viper 拿下支援上的勝利 但是伯恩帝人 食物、黃金、食料都贏 Viper的木頭採了快要多7000 後期伯恩帝還有4聖物 再加上自己的伯恩帝葡萄園 後期的黃金根本上是用不太玩的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部影片的話請記得幫幫忙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